Hello, Hi, 大家好, 我們又見面, 你一見我就發了 是的, 很多左康的朋友都打電話來問 和新加坡的朋友 和香港的朋友都很多人 和大陸的朋友都打電話來問我 甚麼時候下去JB 和新加坡的朋友要來見我文士 和香港的朋友說看風水 和大陸的朋友的粉絲都說看風水 這樣我想讓大家知道 很快, 應該下個星期我先下左康 下完左康之後 這樣我的時間會盡量去抽 會見你們的粉絲, 文士和看風水 暫時因為吉林波太多工作了 所以你們每天所看的視頻 都是每一間屋不同的格局 這樣我跟大家去分享風水的格局 今天風水教材的格局來講 就是講到雅英 其實有些人喜歡收錶館 但有些人喜歡放裝飾品 如果裝飾品放得不對 或者牙櫻的標本放得不對 會影響到家庭很多問題 這是第一個問題 今天我們講到牙櫻了 其實牙櫻是否真的可以放在家裡 或者是老虎的樣子 或者是獅子 或者是馬 或者是西牛的頭 那些東西 或者是綠的頭 或者是牛的頭 那些可不可以放在家裡 其實有些人就可以放 有些人就不可以放 今天就講到牙櫻了 我們先看牙櫻 主人家是做生意的 這樣放了幾隻牙櫻 還有一個水晶球 其實放在廳裡 是否真的可以 第一 我跟你說 很多人是不可以放牙櫻的 第二 看不看到這個牙櫻 這個牙櫻的頭 是向著入屋的 看到嗎 看到頭沒有嗎 我叫你拍頭 剛才說的 你又忘記了 你不要想到 愛吃拉斯拉麥 可以拍的 去這裡 你看 轉過來 這裡就是廳 對 這裡就是廳 這邊是廳 牙櫻的頭 千萬有否拍到廳 不要向字入面 這樣牙櫻應該要放在福禄仇這處 但福禄仇這三瓶放錯位 你們記得你們不要放錯位 放錯位之後 財魂就流著出 因為這個大門在這裡 看到沒有 大門就在這裡 所以福禄仇向了 就變了隔離的人 給了對面的人 對面福禄向到齊 添福添仇 添財添定 甚麼都齊 這樣 如果有這樣的情形 就不對了 你明白嗎 所以福禄仇應該要放哪裏 我教大家放 福禄仇 不要向門口記住 你們記得 如果你們用招財 我就教你們放 招財最重要 還有家人健康 我們都有子女 我們每個人都有兒女 我們希望自己 如果是正在做生意 希望自己有福氣 有福禄 自己的子女都有福禄 對不對 年輕人出來賺錢 容易 我們那些退休的人士 都希望身體要健康 所以福禄仇三星 對我們來說 在家裡來說 是很大的作用 又不是幫助的 這樣福禄仇三星 應該要放哪裏 你們離遠看不見到 一個家庭照片在這裏 這個家庭照片 就是我們整家人的照片在這裏 那麼福禄仇三星 我們放在這裏 桌子我們放在這裏 放在這裏 希望這裏家庭成員 那麼多位 六位成員 都有福氣 又能穿 又能做 又能洗 又長命 又健康 甚麼都是好 所以如果大家要記得 科禄仇三星放在這裏 是最好的風水位 大家要記得 你們要學 這是風水的學問 大而來講 如果牙櫻放在這裏 有些人 就是可以 但有些人 就不可以 如果你是做商業的 做生意 家裏放牙櫻 都要看五行 千萬不要放在這裏 是放在福禄仇 這個位置放牙櫻 向著大門口 就最好不過了 所以這裏 有一個牙櫻 兩隻牙櫻 三隻牙櫻 四隻牙櫻 叫做東南西北 這四個牙櫻 飛來飛去轉著你 是牙櫻取豬 牙櫻取豬來講 是要得到的東西 是一個很好的 一個吉祥的擺設品 放在這裏 是很對的 你去到哪裏 東南西北 這個牙櫻 都會幫你帶到 守到琴來的意思 守到琴拿拿到的 所以牙櫻的眼睛是很離 做生意的人擺牙櫻 是最好不過 有些是大箭紅套 放在辦公桌上 都是有 但是你要懂得擺你的陣 如果你懂得擺你的陣 來說 沒有牙櫻這麼大瓶 你的牙櫻這麼小 好像比這個更小也好 你擺對的位置來說 財力亨通 如如得來 最重要的事情 第三 主人街都很聰明 將這個聚寶盤和壇鼠 帶在這裏 去招財 這個就是金龍軒賣的 他們 這個聚寶盤也是金龍軒賣的 這樣他們向著大門口 對不對 看不看得到 是對的 向著這裏是對的 一尾那些錢 一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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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們買到這個聚寶袋來說 這個聚寶袋 聚寶盤 最好你們放在門口這邊 一尾的錢 一尾入 不是一尾出 是一尾入 有入沒有出 是我們的意思 跟著旁邊的門角那邊 兩邊 放五帝前 就會盡更加最好不過 所以說 牙櫻的東西 是可以放 有些人可以 有些人不行 如果你覺得 你放了牙櫻有問題 你就不要放了 如果沒有問題來說 幫助你生意來說 牙櫻是一定要 頭向著大門口 永遠要記住 所以聚寶盤你們記得 放一個聚寶盤在家裡 家財萬貫 有沒有聽過家財萬貫 就是這樣 二頭 還有財源 滾滾來 一邊吸財 他吸了財 他一邊入 你看這裡 有放錢的 這個口 特意做給你放錢 儲錢的 利財 整個都是金錢 金錢袋 我們叫做金錢袋 金錢袋 金元寶什麼都有 所以金錢袋對你來說 是非常好的 所以說 你如果放了這個盤 是叫做代代有錢 你愛有錢 你就放下去 你就買 你不買就死蠢 寶哥我不給你貼試 這些是永久性的 不是暫時性的 所以說 你放在哪個位置都可以 不是放在大門口 你放在廳 哪個角位都可以 都是叫做代代有錢 你放在鋼琴 都是叫做代代有錢 都是一樣的 所以這個是沒有固定的財位 樣樣你放下去 他就生財 他就帶來財氣給你了 所以我們叫做代代有錢 所以要記得了 好了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為之了 下次我們有什麼 我們再談吧 拜拜